是大運最佳吉祥物熊讚功成身退之後 好多人關心他事業後要做什麼 但除了他的未來之外 熊讚的過去您了解嗎 其實熊讚的身價跟他身上的金牌一樣 可是空金的喔 零零總總可超過了700萬 最早從好市府時代花了120萬 委託大專題總設計出拿火把的台灣黑熊Tutumus 但線條太繁複了設計得改掉 接著到了2014年 體育局拿了80萬催生出第二版的吉祥物 裡頭包含了台灣黑熊台灣迷猴共六種設計 柯市長上任之後設計稿還是沒能擄獲人心 官傳局花了97萬辦第三版吉祥物iVoting 卻憑中選的就是台灣黑熊圖樣 而設計者就是徐千順 他不僅做過兒童節目主持人 還拿過金曲獎 這下熊讚寶寶的樣子終於成型囉 哎 實在是一熊三折啊 柯市長找來專業設計師要幫熊讚寶寶修修臉 而這個設計團隊就是由亞洲大學游明龍教授領軍 他們幫熊讚從頭到腳做整體的設計規劃 台灣黑熊招牌V領搭配勝利的金牌 扮演最佳啦啦隊長的角色 就是要把活力傳遞到全世界 而他熊讚Bravo的生日也就選在8月19號 和市大運開幕可是同一天哦 而說到這聽熊讚說 他有好多個親戚散步在台灣各處 過去在台鐵上看得到偶熊組長 現在有新朋友鐵魯還有哈娜獎加入 一路搭車到南台灣 熱情的高熊熊在高熊等你來玩 如果台灣玩不夠 威航的威熊也曾經陪著大家遨遊天際 而隱身在刑事局的刑事貝爾則是隻暖熊 守護大家的安全 其實不管熊讚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陪伴大家 市大運的結束 熊讚的形象可沒有因此消失哦 熊粉們下回遇到熊讚 可要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哦